是相當之粉嫩的一個顏色套 這個是外套來的 我打算立刻穿給大家看 這個外套款其實都是兩着款來的 不過今次這個呢 我比較建議做回真的外套 因為很少有遇到這個尺寸 你看到都很寬鬆的 那它那個設計其實真的很漂亮 它是一個花系的刺繡筒案 還要配襯了一個比較挺身的刺繡 做一個斜V-cut 是比較斜的 所以做一個V-cut的層次 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這個它的扭都是有一點點花花波浪狀的效果 那以平時一些全開胸的欄衫款來說 通常我都會建議做TOP款 或者兩着都OK的 那這個當然也沒問題 不過如果你說計尺寸來說 這個算是比較少有一點的 即是很友善地 外套一定是沒問題 是的 那當然當TOP也沒問題 不過如果以尺寸來說 這個算是比較少有一點的尺寸 應該這樣說 都是比較寬鬆 你以為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是的 比較寬鬆的版型 是的 那就是比較寬鬆的 那後面是這樣 就放了很多進去 那那個剛才提過的胸闊 夾圈也是比較寬鬆的 那因為它 也是比較女性的Style 那手就 抱歉 那個膊位也是有打了很密的閘口 是的 那整個Style也是很粉嫩很粉嫩的配搭 是的 那 是的 那其實當TOP也OK的 那它本身材料也是夠 有足夠的柔軟度 都是軟的 那那個刺繡筒 我可以再看一次 是的 大家的顏色是相同的 是的 大家的顏色是相同 嗯 是的 我看了一會兒 那這個就是兩個顏色的 我穿的這個是Baby Pink的粉紅色 這個是橫色來的 那也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那我是有一點點私心的 真的想配合整套比較甜點 粉嫩一點 我連內疊都是配合一個粉色的 是的 那做外套也可以 那做TOP也沒問題 那看看自己喜歡做什麼的Style 這個已經是挺搶眼的 如果你喜歡配小企嶺那些款也沒問題